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文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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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我们想长寿 很多人都忽视它 以为我们有钱 有财富 有学士 地位 美貌 其实长寿跟这一些都不相干 我们说夭折 什么叫夭折 出生不到三十岁就舍报 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叫报生 夜报生 三十岁不到就舍报 就是死亡了 这个叫夭折了 如果六十岁不到 叫什么 有点不好听 叫夭折 台语经常说很多人 常常在说叫夭折 所以这个不要挂在嘴上 为什么 常常叫夭折 不是自己夭折 那就是白人夭折 自己要提醒 自己会不会有这样的命格 中国历代的皇帝 你看他们这个地位多显赫 财富多具足 可是从秦朝到清朝 他们平均的寿命 多少呢 三十出头岁 平均只能活三十出头岁 世界知名的武术家 李小龙 这是我国中高中的偶像 我这个房间里都贴他的照片 一直到后来人家跟我讲 你那个房间里面 人都带了一些死人的照片 我才想到那里 已经死了 他几岁 你看他身体多壮 他这个身体肌肉展示开来的时候 一个倒三角形 世界知名的武术家 三十二岁 舍爆了 所以说有在健身 身体很强壮 武术家 那都不一定会长寿 第一位显赫 有钱 也不一定会长寿 人称高富帅的高乙祥先生 十一天前 很遗憾的 在中国大陆 他就舍爆了 这个就是猝死了 他是一位 193公分的一个俊男 模特想进军职业篮球 运动老手 在座各位像他 这个运动这么专业的人 可能不多 你看三十五岁的圣年 说走就走了 你说长寿重不重要 如果你没有办法 过三十五岁这一关 后面的很多都化为乌有 所以在佛经讲四十二章经 他说生命只在呼吸间 佛陀有讲 我们的生命在哪里 在呼吸之间 一席不来 万事皆修 佛又讲什么呢 这个世间只有一个定律 叫做什么 无常 什么事情都不断的变化 迁流不定 你没有办法去掌握 没有办法去保证 他未来或是如何 这就是一个无常的世界了 俗话又讲 人者寿 这句话一点都不错 宅心仁厚的人 宽厚待仁的人 这种人 他一定会有好报 今生长寿的人 就是过去生 用慈悲心来爱护所有的生灵的人 他都不会去伤害人 不会去伤害动物 那怎么样要来避免我们的寿命短处 来招感长寿 就是你要去做他的正确的原因 长寿的正确原因 大家要注意听 就是用慈悲心来戒杀户生 用慈悲心来戒杀户生 这是长寿的正因 不是吃补品 不是一直运动保养 为什么 你抵不过无常业力的降临 但是你以慈悲心来戒杀户生 你就没有短寿的 这样的一个果报在等你 而且还可以消灾严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